當然直擊日本浴場 你可以看到非常精緻的浴池畫面 映入眼簾 但是夏天要怎麼經營來客樹 就直接點出 其實早晚的溫差 可以插到十度左右 精緻十四號屏風 點綴泡湯池周圍 溫泉水不斷流出 並伴隨陣陣熱氣 會帶日本東北山形縣米澤 有不少湯污聞名 但碰到炎炎夏日 業者該怎麼經營 其實日夜溫差是關鍵 白天溫度通常一舉飆破三十度 因為當地盆地地形 緯度也高 每到晚上溫度就驟降十度左右 遊客來泡湯 興知不減 溫度也剛剛好 一天晚上我們吃飽飯 那個也差不多在二十度左右 那個差滿大 不過非常舒服 泡湯這個沒有問題 我是在房間裡面泡湯的 對 因為他的房間的那個湯屋 其實是看得到那個景色的 很漂亮 晚上氣溫偏涼冷 遊客泡湯暖身子 已經不分夏季冬季 當地溫泉飯店 甚至也有人見人愛的龍貓 來獻蹤 因為動畫大師宮崎駿 曾來泡過也讚不絕口 甚至特別畫了龍貓 輕筆畫來鄉鎮 鞭炮大師溫泉龍貓香水 也吸引不少動漫民 到場朝聖 其他溫泉飯店也推出 不吸引人的清爽套餐 顧客到溫泉飯店 業者也替他們營造奢華享受體驗 另外當地溫泉對神經痛慢性皮膚病 有緩解之效 過去用作治療受傷士兵 浸泡後流血染紅 又被稱作赤犬 米澤泡湯魅力不分冬夏 三新聞高溫宣 夏宵明 日本採訪報導